被控勒索洗钱等罪名的五州鸿门志工总堂龙头周国祥 从今年三月底被联邦当局拘捕之后一直积压 今天申请保释再度被法官拒绝 而法官采信联邦检察官的论点认为周国祥一旦保释 将会对社会造成威胁 新岛记者崔林子的报道 周国祥代表律师萨拉向法官指出 周国祥在过去十年已经洗心革面 成为一名受人尊重的社区领袖 他也传召了多名证人 包括周国祥的邻居、友人和一同坐牢的囚犯等 希望说服法官周国祥是一个好市民 但联邦检控官指出 前科累累的周国祥从2003年出狱后 仍然进行犯罪行为 还试图通过参与社区活动来掩盖 法官也依此做出不得保释的裁定 联邦调查局经过五年卧底调查 于今年三月底起诉周国祥 和前加州参议员余印良等29人 涉及贪腐和走私军火等重罪 案中大部分被告都已获保释在外候审 新岛记者崔林子报道